新港省會愛心主承輝 基本當年9月8日 幫助在地六十個家庭說 已經有超過30年了 主承輝這天沒有受到反應的影響 一再去就在華東的現場 跟一生一生的物資 正在包裝 方便民眾來領處 好禮拜就要過新年 還有很多家庭等在為團一奔歡樂 新港省會愛心主承輝 近年前獎白米 沙拉郵頂明信物資 加上配合過年氣氛 也特別準備圓牆 開心固定豐富的物資 要送給在地需要幫助的六十個家庭 對象就是我們新港鄉的比較弱勢 收入比較慢 就是說這個本身生活條件不好的 我們總共一回就是五十二戶 還有外面長期救助婦有七戶 那個是屬於獨居老人 我們每一個月有兩千塊這樣子 就是我們這個會是 我們新港的善心人士 共同組成的 天氣冷氣給人 人家只想要美在溫暖的民村頂 但是新港省會愛心主承輝的這天 一陣子就跟華東行中放不住 他才靠近東西太多賺 年後再做一堆 方便民眾領處 辛苦不會啦 大家都做得很高興 你看每個人都有笑容啊 是不是 只要大家心裡面有一股 我們那個慈善的心 愛的心就會很溫暖 只要把溫暖受到每一個人身上 我們是覺得很快樂 修文主委長表示 當年救濟活動已經基盤超過三十年 感謝神心臨書和愛心氣的贊助 才能讓這個有意義的活動一直安息下去 還有最重要的是 主承輝濟港 因為已經無罪奉行 才能把溫暖團出去 多中華新聞也豐富新港 彩虹報道